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 人子要拆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芥菜种的比喻 重点是那将要充满全地的神国 现在以人们不曾预料的方式 安静的来到了 就像微小的芥菜种一样 却至终将长成参天大树 而面教的比喻 跟芥菜种同样 都是象征的神国的扩展 败子的比喻 它的重点是 按先知的预见 当神的国来临时 世上一切邪恶和罪孽 都将被彻底的铲除 但主耶稣说 神的国已经以一种 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到了 天国之子 就是接受天国福音的人 和二者之子 要一起在这个世上生长 直到末日审判 在这个比喻当中 让我们注意两个重点 一是分辨麦子和败子 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二是神要按照他自己的时间 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教会在历史中 最大的败笔就是 辱麦子而造成的 罗马天主教皇 曾经发动十字军东征 打着收复耶路撒冷的旗帜 对不信的人 也包括对基督徒 进行抢劫和大肆杀戮 十字军东征 在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的世上 是一大拦阻 特别是西方人 在今天的伊斯兰教世界 几乎很难宣教 追溯原因 莫不与此有关 今天主耶稣的比喻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不必去 辱麦子辱拜子 我们只要好好做义人 在这黑暗的世界 发出光来 竭力去世界各地 撒种传福音 至于那些恶人 和教人跌倒的人 到末日 主来的时候 主自然会挑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费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